动作戏你这块觉得有巨大的挑战吗 动作戏我比较少 我主要是跟一波的感情戏 两个人的眼神里面全是戏 对就是那种好朋友之间的 对而且我觉得一波 不管是从戏中 他的也好还是在戏外也好 就是他的那种成长 我们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 能够感受得到 比如他戏中角色的一种成长 他对待爱情 他对待友情 他肯定是成长的 他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所以说在面对你的 你们两个在最后的那一刻的时候 他能再流一下眼泪 那个眼泪是动人的 我觉得能够让 原来有这个 特别是能够让很多 真的吗 因为我解释 船军还没有看到片 我是不是不想 不剧动 不剧动 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假象是吧 好的 我觉得二位年轻的演员 在戏中肯定是有很多 很多的收获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无名》当中的角色的绝 我特别想问一问 承导 就是您在 挑选演员方面 有没有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 固定的标准 我觉得它可能不是某种固定的标准 它更多的是一个 怎么说一个相对稳定的流程吧 因为随着我写剧本 然后我一边写这些文字 然后这个演员 他应该大概是哪个方向 他是哪个形象 他会渐渐地朝我走过来 我会渐渐地清晰 这个人是这个 这个人是这个 当然你比如说埋尸这种 都是留给王串军的 对 当我明确大致的方向之后 我会接下来 我会照着这种方向 我会照着这个演员去往下写 对 所以其实找演员这个过程 就是选定演员这个过程 对我来说还 他肯定会有 他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还好吧 都还挺顺利的 还有就是当演员 就是他扮上自己的决策之后 可能会有让你 让你更惊艳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你看到一博 扮上他那个扮相之后 什么感觉 那当然是这样 因为我是特别重视 电影的有一个部门 叫做造型指导 对 这是我们的造型 具体到一博 一博其实在 在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譬如说此时此刻 我看着他的这个样子 我是能够 去想象他 就是扮成民国的 他都扮上 头发梳上 衣服穿上 我大概能想象他的样子 但是当我们在上海 有一天 大概是七月 七月中 二十一年的七月中的某一天 当他真正扮上 我看见他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哇 眼前一亮 我觉得是某种高光时刻吧 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 就是他太贴合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 所想象的那个形象和气质 他活脱脱的 他就走出来了 他现在 本来我是文字 但是他现在走下来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 面对着我们 对 我觉得还 还有一种感触在 所以说面对 幻成之后的一博 肯定对接下来的 比如说拍摄 会有更多的期待了 作为导演来讲 好